位于湖北省校感市的校感市中心医院东南院区 作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收治点 目前主要收治来自校感城区的疑似病例 这里也是部分重庆援助湖北校感医疗队队员的工作场所 这里的环境如何 医疗队员如何开展工作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校感市中心医院东南院区住院部 在四楼病区 几名护士正在打扫卫生 清洁病区环境 他们都是来自重庆援助湖北校感医疗队的队员 据悉 该病区收治的均为疑似患者 病情较为稳定 护士主要负责患者口服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护理工作 为保证病区的环境安全 每天都需要用空气消毒机对病房进行消毒 日常护理 打扫卫生 重庆援助湖北校感医疗队队员 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护理工作 进入病区后 往往一工作就是好几个小时 严严实实的防护用品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 很能够靠谱吧 有时候这个东西穿久了之后会有一点憋气啊 有时候像我昨天唱歌的话 就有一阵子感觉到有点像恶心恶吐 像大脑缺氧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调节一下就好了 这里曾是医院开设的一家月子中心 现在被改造成重庆援助湖北校感医疗队队员的宿舍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重庆医疗队队员杨丽 她正利用午休时间安排整理临床资料 前期来的病人全部都做了核酸检测 我们准备对这些病人核酸阳性和阴性 有哪些特征性的查译 做一些分析 然后用来给大家参考吧 作为第一批重庆援助湖北校感医疗队队员 杨丽来校感已经20天 每天查房后 她总会利用休息时间收集患者的病例资料 并将数据传送给重庆的科研团队 一同分析诊断 重庆与校感相隔800多公里 疫情将两座城市紧紧相连 两地人民守望相助 共同抗击疫情 期待胜利的那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